大CEO根本沒有時間理他 就算見他的話可能只會是10秒鐘或1分鐘 他該怎麼樣在1分鐘內抓到這個老闆的誰 甚至是老闆只跟他喝杯茶 他就把履歷引好 而且他就直接跟他說 我知道你一定沒有時間看 可不可以就是你到時候登機的時候 在那邊等待的那3分鐘可以有空看一下 他就把東西都準備得非常的齊全 那他常常跟我說 機會真的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當你踏入這一行的時候 你可以先預設自己未來想做什麼 我打一個比方 比如說我剛踏入獵人頭這個工作的時候 一開始也是一個新畢業生 其實對這個領域完全是很陌生的 但是我必須要知道 如果我開始要走這一行 我未來能夠發展的方向有哪一些 那如果這個你最後的里程碑的這一塊 不是你非常想要做的事情的話 你就必須要提早轉型 很多人他會覺得說 像我書裡面曾經就有提過 一開始是做人資工作的 他其實一直以來都對金融非常有興趣 那後來他在40歲的時候 他就成功他出國去工作 現在已經在投資界裡面 當上副總裁的一個職務這樣子 所以這一塊是你必須要先去研究 你的工作未來你的位置是在哪裡 你要先去看 然後你才可以設計你該怎麼走 每一個人都會這樣子問 可是我要回到英國人的邏輯 你想要做什麼真的只有你知道而已 對對對 因為像書裡面有一位運寧女士 他一路也要從事保險業 他也沒有想要還 賣保險商品是他的天職嗎 其實不是 但是他覺得可以幫助到人 是他從這份工作可以得到的一個快樂 所以也是支持他繼續下去的一個動力 那我會建議說 你做什麼東西可以得到快樂 或許往那個方向去探索你自己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是 他要再多看一些書籍啊 然後多跟一些線上的人互動啊 比如說我好想好想去當演員好了 假設我非常想這是我的夢想 那我可能就會去打聽 跟臨時演員當天 可能一線演員劉德華我是接觸不到啦 那可能在跟這些臨時演員接觸的時候 他就會說 在你沉迷之前每天都非常辛苦 只能睡兩個小時 而且螢光幕上面看到的都是光鮮亮麗 其實背後是有很不為人知的心酸努力過程什麼的 這都是你的個性能不能去承受這個部分 所以不是說你看別人怎麼樣你就怎麼樣 你應該去理解你想要做什麼 對 前半段他是在美國嘛 他是從事生物實驗方面的那種研究癌細胞啊 研究一些肝癌的什麼癌症之類的那個 標榜物品的治療方式什麼的 但是他知道回到臺灣的市場 其實這個這一塊 實驗室這一塊對他來說是非常非常小的市場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美國最新醫療 如果你要走這個 你大家都是出國去 所以如果你有在臺灣繼續 Focus專注在這個部分的話 他只會越做越小 然後可能沒有發展的一個過程 如果我今天要回臺灣呢 有什麼工作室他可以去卡位的 臺灣最厲害的就是金融聯 當時啊 就是中小企業金融啊貿易啊 他對金融商品都不理解的時候 他能夠做什麼 往他最拿手的方面 就是這個有共通點的部分 就是他的生化方面的一個專業知識 所以他是從那個生化股票研究師開始 然後他是透過這樣的轉型 先去卡這個位子 然後慢慢的再從中間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或者是看到一兩個機會的時候 然後藉機去卡位這樣 現在的工作就是因為人才不足 他會找互相 互相可以去實施的 工程師他要做編輯 可以啊 工程師開始做那個 比如說IT人的那個閱讀物的編輯 就非常適合 因為他有足夠的專業知識 然後講到這一些 我又想到一些案例 比如說記者們 我覺得記者們他們的那個 轉換跑道的那個選擇就還蠻多的 很多人去當公關 因為他見識夠廣 他臨場反應夠 這些是他平常的工作就磨練出來的 他必須在第一時間上戰場 然後問對的問題 然後在短的時間內撿出片子來對不對 他磨練出來這個技能 能夠讓他去適應在任何的職場位置上 無名小腳他就是在那個 記者出身然後上主播台 然後最後去當了飯店公關 然後從飯店公關 直接變成AI的那個制動化主管 那主管看中的就是覺得說 他值得投資 因為他的學習力夠快 那他那時候就想說 面試官只是要看說 他有沒有AI的經驗 能不能馬上帶入直戰力嗎 那基本上他就是沒有 那沒有的話面試官會找什麼 找他可不可塑星 我可不可以栽培他 就是我不用花太多時間 他就可以馬上上手了 他透過一個月的時間內 把所有的AI的東西整理出來 從一個零經驗的 開始弄成一個很完美的PPT 然後呈現給他的那老闆看 老闆根本不會看說 你是有多專業 因為老闆知道 你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門萬漢 但是老闆可以看出說 你怎麼可以在30天以內 或是在短短的這個 我給你的時間內 整理出一個這麼完整的報告 跟其他的人來比的話 其實你的可說性是非常高的 你是第一可以抗壓 第二 不管你做不做的出來 你都想辦法把它做出來 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他把履歷準備 他預設 他預設這個面試官 會非常的忙碌 因為他是一個集團的大CEO 根本沒有時間理他 就算見他的話 可能只會是10秒鐘或1分鐘 他該怎麼樣在1分鐘內 抓到這個老闆的誰 甚至是老闆整個家喝杯茶 他就把履歷引好 而且他就直接跟他說 我知道你一定沒有時間看 可不可以就是你到時候 登機的時候 在那邊等待的那3分鐘 可以有空看一下 他就把東西都準備得非常的齊全 然後他常常跟我說 有機會真的是留給準備好的人